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的 那我们这一集人造人喜剧万书已经迈向遥远的73集了 好 那我们这一集呢为大家邀请了华旭 大家好 我是华旭 华旭是我们去年卡米蒂脱口秀班是去年吗 春季 就是今年准备要新开的那个就是我们前一年的时候 所以应该是春 好 2022年春季班的毕业生里面号称三巨头之一的华旭 前面一定要这样子啊 这个称号实在是很讨厌你 你们这个称号是班上那个时候就出现了吗 没有 我说我们结束之后好像我们一起上那个吧 新人周末夜 然后就有人说 哇 这个三巨头 就我们班自己的人在讲 然后我们现在到目前为止的应对方式 就是只要有人讲到三巨头 我们就都不会看他 哦 好 就是我们不承认 不承认 是说我们吗 不是吧 这样子一定会慢慢的传开的 可恶啊 好 我们华旭呢就是一个 之前是在剧场打滚过很长一段时间 然后也是身为编剧 有玩洛宇 那还得过文学奖 反正就是一个履历非常漂亮的人 然后忽然间跑来玩脱口秀 真是一个这不知道该怎么说 降阶吗 降为打击 有吗 没有吧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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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吗 我也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所以会想问说 欸华旭 你是一开始从哪里先接触到喜剧 还有你接触到喜剧之后 会有什么样子的因缘忌讳 让你决定进入卡米地呢 哦 我就是接触到战力喜剧嘛 我觉得最一开始有印象 好像是我念研究所的时候 知道六块 就是本善嘛 他是我学长 好像听说他有在做这件事情 但也没有太记得 然后是一直到 我后来就是研究所毕业之后去教书 然后教书就会遇到 因为我是教私立高职嘛 他们是表演艺术科 所以某程度就会想说 我没有办法让他成为一个艺术家 这也教不来 我应该可以做的是给他一个 他自己一个人可以毕业之后 拿出去吃饭的东西 理论上是这样 好难哦 对 然后因为我那时候想说 肯定是什么杂耍或是魔术 这是最好的 但是第一个这个我不会 第二个是学校不准教这个 他说因为很危险 对 然后我想说那到底我们戏剧 有什么是可以一个人搞 然后有机会可以让它变成一个饭碗 好像是战力喜剧 虽然后来发现错了 但是那个时候就是这样想的 对啊所以就开始接触到这件事情 然后就开始上网找一些影片来看看 然后在那之前也有看到萨泰尔的一些东西 比如说什么夜夜秀啊什么的 就有推到这边来 但是因为其实我就是剧场圈 就是怎么讲呢 我们的组成对于这些东西 我觉得接受度不高 就是我们就是那种看到萨泰尔 那个时候影片会觉得说 啊这什么东西啊 剧场人比较文青一点 对对对 就是一群非常文青绝青的人 可以理解可以理解 就是这个在同文存人状态里面 所以那时候没有什么太大的感觉 然后一直到就是我说为了学生嘛 然后想说要教他们 那要教他们我得要自己要学啊 对对对对 所以就上网找了一些影片来看 然后印象最深刻应该是看到GIN的那一系列 然后主要是看他前后的那个在讲话的时候 到offenmine的路上 讲的那些自拍跟那些心理话 对那时候看就印象蛮深刻 我觉得蛮好看的 还有另外一个有趣的另外一个接触的点是 我是看某一个哲学网站 香港的哲学 他就是会一直po什么什么骑哲课啊 什么无的无的 然后其中有一个讲哲学的 他就有提到某一个哲学家 然后那个哲学家的理论跟香港黄梓华 讲的东西很相像 还记得是什么理论吗 我记得奇哲课好像有一个叫农夫论吧 他大意是说 有一个不知道天使还是魔鬼的人 到了一个农村里面 然后看到一个很可怜的老人 然后就跟他说 嘿我可以给你一样东西 但是我给你的这个东西呢 你的仇敌他还会获得 你要什么 好 然后那个老人就说 那你砍掉我的左手 然后他说这个很像黄梓华 之前好像讲一个鱼蛋论吧 就类似是这样 就说我不好就要大家一起不好 类似这个概念 我不确定讲是不是对的 但我印象中是这样子 对 然后就从那个时候开始 慢慢有接触到这些东西 然后 接下来就是慢慢就找到 卡米蒂跟二三了嘛 然后有去看Open Mind 然后那个时候一看就是 哇 这样也可以哦 我教的来 还是我做的来 可以啦 我应该可以吧 我应该可以 我记得第一次去看是在卡米蒂 那时候 前面就是大家都 能量冷冷的场子也冷冷的 但印象很深刻就是豪哥 就是黄一豪豪哥跟大天上场的时候 那真的很不一样 我记得豪哥他光是走上台 你就会感觉到那个气场 观众会开始期待 对对对 这场子突然间温度热了起来 就是他厉害的人可以做到 蛮厉害的 就觉得很酷 印象蛮深刻 然后也就是后来 一直去看我盆麦看一看 就想说还是去上个课好了 就我本来自己在挣扎 到底是要自己去先上台 还是先上课 但因为我就是一个比较保守的人 就觉得还是去上一下课 看一下到底他们是怎么教的 他们怎么想象这件事情 然后跟我的同侪可能会长什么样子 对 所以就去上了课这样 上课还是一个比较快入门的一个途径 对对对 我觉得真的是 虽然常听别人说 社交什么不会教啊这些东西 但是我经历过这四年 我还是觉得 有上他的课还蛮重要的 我也是 我觉得收益良多 没有错没有错 然后后来这里还有看到你也有上别人的课 对我有上小胖的课 对小胖的课是那时候 林静就是愚人时代他们 有找小胖来开一个给剧场演员吗 他就是给演员的单口喜剧课之类的 所以那个时候我跟他们就一起去上 一起去上 就是愚人时代的人们 然后还有我跟我女朋友 还有另外一个大学的学弟 就都是戏剧相关的 有去上课这样 对对对 剧场人那你觉得你身为剧场人上他的课 你会觉得有什么收获吗 因为我也上过他的课 我认为是有收获的 那你会觉得有什么不一样吗 其实还是有还是有 哇这个要想一下 有啦有啦 我觉得他主要还是有一些概念 我觉得蛮受用的吧 像他有讲一个 是我自己一开始在写东西的时候 会很卡的东西 就是他有讲 那个什么市区跟郊区 那个理论 你之前有听他讲过吗 你说那个地雷吗 对对有点像 就是那个时候我就觉得 他是一个相对人性的说法 就是市区就是我真的很在意的东西 然后我觉得他好像没有什么可以拿来开玩笑 至少在现在 对那这个东西我们就先 就真的就不要碰他 就好好保护他就好了 对对对 不要让别人知道 对对对对 郊区就是那个你有一点痛痒 但又可以把他打烂 对对对对 的那些主题或是某一些人生经验 对不对 我觉得那印象就蛮深刻的 然后我觉得小胖他的教法跟所有差很多 因为小胖我觉得他比较还是剧场人的教法 就他会教一些什么看镜子啊 然后调试一下你自己的状态啊 对对对 然后觉察自己啊 之类的 我那时候上他的课 最后一堂课的时候 他就是教我要如何准备上台 他就先叫我去门外 然后叫我想着我要上台咯 好我就想我要上台咯 然后再开着门进去 他说你现在没有准备要上台 我想说啥小 之类的东西 可是我后来才知道哦对哦 是这个意思 我之前当老师的时候也有用过这一招 但是我发现这招他其实 但每一个人能看到的东西不一样 像我那时候看不到 但我就想说反正你第一次上 我就会说你不行再一次 就是无论如何 原来如此 就是上好不行再一次再一次 但我觉得那本来就是个过程 就是他会让要上台的人意识到 我可能要 某种仪式感 对对对对 或至少提一口气之类的那种状态 对对对对 对对对对 这里还是想问一下 那你就是从一个比较文清的剧场接触 然后来到喜剧界的的时候 你进入了喜剧 然后看到这个环境的时候 会觉得跟我之前想得不一样 会有这种感觉吗 我跟我之前想得不一样 我觉得我第一次去看Open mind 就有感觉到这里的观众跟剧场观众很不一样 非常不一样 剧场观众也是很文青吗 对 因为我自己其实是没有看过剧场剧 对而且因为我接触的剧场圈又不是像 比如说现在剧场圈可能有分什么沉浸式剧场 然后或者是音乐剧的 或是商业剧的 那我们就是做实验剧场 就是小剧场那种 可能有一些人会说 哇真的是看不懂耶 的那种东西 所以又更不一样 对对对更文青 然后来自也发现很世俗 对但是因为还好 因为我本来高中大学都不是 就不是不是那么怎么讲什么 北一大系统 我高中就是念庄敬 大学就是念玄奘 就是用某一个社会标准来说 就是学电学校嘛 所以我的朋友们本来就也都是 比较世俗 有的不的都有 所以回到进到战利景区圈 会有一个蛮特别的感觉 就是我因为研究所都泡在北一大 这很文青的状态 然后又回到另外一个比较世俗的那个状态里面 是可以适应的 还可以还可以还可以 好 好那接下来想问就是 那你现在有哪些是你最喜欢的喜剧演员 国内外都可以 那这些演员会吸引你的地方是哪些 我这边写的超多 是你是你 完全没在看最喜欢写的一堆 我国外喜欢两个 我不知道英文到底怎么念 Richard Pryor 就是那个搜求三个也会介绍 对一个很会讲故事的黑人 三巨头之一 Richard Pryor 我是之前看Netflix上面看到那个火爆现场 我觉得他真的表演太厉害了 就是他在表演录 有一段 演录在喝水 然后他跟他儿子吧 好像要去枪杀那头录 哇那个表演很屌 我觉得黑人都是很会演 对就是他 而且因为我有看过其他人的表演 我觉得都不像他那么 就是他除了表演设计本身很有趣之外 他进到表演里面的状态也很漂亮 非常好看 果然是剧场人看的东西跟我们不一样 我只会觉得他好会演 可是我看不到状态 他真的很厉害 真的真的很厉害 还有而且他还有一个招式是 我是先看到Social那个书上有提到 就是他很擅长把 比如说我的心脏 或是我的大腿变成一个人 就是我的心脏现在正在跟我说什么之类的 或者是我的枪正在跟我说什么 他很会把物品或是物件女人来做表演 我就很喜欢很好看 然后另外一个是那个 James Ackester 好詹姆斯艾克斯特 好的 也是Netflix上面有 他就是有一档叫拿手剧目 然后就是一共有四集 我觉得他很酷是 我觉得他的框架都很有趣 就是他有些人看会觉得他剧场感太强 就是你会明显意识到他一定有排练跟彩排过 而且非常非常强烈 但是我就很喜欢他很比较特别的切入观点跟处理的手法 我觉得有机会可以看看那个还蛮酷的 可是因为我身边的喜剧演员聊 他们几乎都不喜欢他 而且就看不下去 我说为什么会这样 每个人是喜欢不一样 每个人喜欢不一样 这很正常 因为像是我以前有打鼓 然后Netflix上面有一个是给鼓手的喜剧 他就找一个鼓手 然后他也是讲单口的 然后台下全部都是鼓手 有名的跟没名的 就是你会觉得是鼓手的什么夜总会 明星 名人堂之类的东西 然后他一边打一边讲 然后一边讲一些只有鼓手还听得懂内耿 我觉得那有打鼓了 你听得非常开心 充满了术语什么Palatito 然后各种乐风 但是我想说你稍微换一个族群了 普通人一定听不懂 但也许换成吉他手他们就听不懂了 那非常真的很专注在鼓手 真的很专注在鼓手 什么拍照永远拍不到鼓手 那鼓手一定 哦对对对我们就是这种生活 啊懂 所以每个人的观点跟族群 会影响你看的东西 对 真的 没有错没有错 然后台湾我就是觉得壮壮 欧爷好哥三个 我觉得很厉害 就壮壮他比如说他能量很强 然后我觉得他破墙的方式很厉害 超级会跟别人打成一片 对对对对非常非常厉害 干扰式的互动 而且居然不会让人讨厌 对对对我觉得这个超难的耶 超级难的 而且因为他明明那个干扰状态是姿态很高的 对 就是是有威胁感的 但是就很赞 不知道为什么 不知道怎么做到 我之前有跟欧爷讨论过 然后欧爷的讲法是说 壮壮虽然说那个表演出那种 有点攻击性的感觉 可是他其实核心的姿态是一个很弱势的人 他在逞强 在装强 观众其实可以感受到那一种弱势流浪 他的街友在逞强 所以会觉得他反而很荒谬 没有什么伤害性 但我觉得这超难 他要演两个东西 演弱的自己跟逞强的自己 真的耶 这很难耶 这超难 然后欧爷就是我觉得 因为之前有跟他一起共演 然后就有很专心的 看了他好几次的表演 我觉得他真的急性跟丢笑的方法很厉害 因为友谊帕真的印象太深刻 就是他讲那一段 大家已经不是说猜到他的punch 是他已经先把他punch先讲出来 就是他已经讲好 等一下会发生什么事 但是当他再这么做的时候 大家还是会笑 我觉得就是非常非常厉害 就是他跟什么预期违背 已经好像没有太大的关系 他就是完全另外一个 让人就戳到人的方法 很厉害 我觉得这个是 他可能前面先用文字讲这个结构 但是punch成立的时候是 观众没有猜到他要演出来 或者没有猜到他用什么方式演出来 然后再加上他又演得超好 哎真的 对欧爷的表演 我觉得欧爷他对于身体的掌握很高 对对对 非常非常高 他很知道他的身体现在长什么样子 对这个是我在看其他表演者的时候 比较少看到的 因为这就很很难 我觉得壮壮跟欧爷是 维二两个我觉得 他们在台上演的时候 我会看到他们演的无实物 啊 咚咚咚 壮壮有一次演一个什么吹笛子 无实物的吹笛子 我真的看到那把笛子在他手上 啊 感到很酷 然后欧爷也可以说类似的事情 对对对 我觉得这两次很会演 不简单 还有豪哥 豪哥也很棒 我觉得豪哥表演是很精准 对 很准 你会知道他有设计哪些到哪些 然后他的 我觉得他的动作设计也很棒 对 然后豪哥他最近有一个段子 我觉得超级喜欢 就是他讲他去看什么 肛门还是什么东西吧 然后就忽视 就是把手塞进他的肛门 然后他就做了那个反应的表演 哦 那个太太精准了 而且 而且好适合他讲 就我觉得 如果这个相对柔弱 或是阴柔的男性讲 就不会有这个效果 对对对 哇 表演很精准 我觉得很棒 大概是这些 嗯哼 好 好 那你要讲戴开诚吗 开诚 我想说下一集还有机会 反正开诚很棒 开诚很棒 他不只是喜剧演员 开诚太厉害了 好 那我们来下一题 就是想问说 华旭本身有非常丰富的 那个舞台剧资历嘛 当过舞台剧演员 编剧表演老师 剧场工作者 得过剧本奖跟文学奖 那所以想问说 那你从剧场这样子 跨足到脱口秀界 你会有什么不同的想法 或是心得吗 然后还有是说 舞台剧啊 它是有点像观众在上 脱口秀是观众在下 那你会不习惯吗 我有点好奇 就是久安讲了这个 舞台剧是观众在上 推文秀是观众在下 那个意思是什么 其实这个是我去问 寻校堂的人 然后嘿嘿就投稿说 他有这个感触 那我想一想的话 可能是因为 比方说我们一般在看舞台剧 或者是说 像是我去看你演的那个 风魔 对风魔时刻的时候 光是舞台剧的设置就是 观众是做一个很高的东西 所以观众在看的时候会觉得 我是在看别人呈现的一个故事 那个世界里面可能有喜怒哀乐 有生有死有快乐悲伤 但是我是居高临上的看一个东西 里面的东西是为了满足我 但是脱口秀的时候 我自己在演的时候 有时候会有一种 我在传递 我在可能有说教的感觉 或是把台下观众当小孩 你们就是怎样怎样啊 我觉得会有这样子的地位差异 我第一个反而想要印象比较深刻 是我好像有一次 就是二三焦点之夜的时候 因为那是我第一次遇到二三人很多 然后我上台前 因为我都在旁边看 我就发现第一排的观众 是把饮料放在舞台上的 就这件事情 对他很酷 就是代表他是没有 台上台下几乎没有距离 对对对对 但是舞台剧一定会有一个 也不一定会啦 通常会有一个界限 对对对 因为舞台剧最常见的 就是传统就是近框嘛 就是观众看我们这边 当然还有各种其他的可能性 但是光是这一点上 就还蛮不一样 然后跨足剧场跟脱口秀 一开始蛮不习惯的 但那个时候就是上social的课 他讲一点就让我印象蛮深刻 好 怎么说呢 还是social还是有教到东西的 大家还是可以去上一下他的课 他会讲一个心法 就是他觉得 因为像我们之前剧场 我就是把能量总而言之丢到观众 甚至是尽可能的往后丢 但是social他就是说 除了往后丢之外 你还要想象你跟观众是勾肩搭背的 是同伴 对对对对 我觉得就是 就是他听起来很玄 但是对我来说就很受用 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你能量丢过去的同时 你感觉到 你好像跟他是朋友也是敌人 就是在一起的那种感觉 同乐会的时候的状态 但我还是觉得这好难 是是蛮难的 但是我想到他可以成为一个标准 你就可以try try看 对对对 好 寿秀这一讲的名言 他说 喜剧不能侯孝贤 这是什么意思呢 我到现在还在思考 那是什么意思 侯孝贤怎么了吗 我很认真在想 所以如果换成什么 蔡明亮或是王家卫 会不会 喜剧绝对不能王家卫 不会啊 全论不是很多王家卫 对哦 对啊 所以侯孝贤还是怎么了吗 我不知道 这是不能太文青的意思吗 可是对啊 可是王家卫 这个也很文青 也很文青 我不知道耶 还是他喜剧不能慢下来吗 还是 喜剧不能慢下来吗 也可以吧 也可以啊 壮壮偶还是会有一大段空拍 对啊 还是下次问朔修好了 好 他可能会呵呵 对 他也不知道自己讲了一句这么帅的话 好 完全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好的 这很像 这很像欧爷在讲那什么 你在台上你要不明觉历 对对对 不明白什么意思 但感觉很厉害 对对对 戏剧不能侯孝贤啊 我有印象 好像就是品桥 我们在课程呈现的时候 就是品桥演完 然后索修讲了这个评语 哦 所以索修可能就是想用一个 不明觉历的方式来回应品桥 我不知道 他从品桥身上感受到侯孝贤 这样很厉害耶 对 毕竟是电影编剧嘛 那个品桥 好像可以 好哦 好的 然后还有 还有不同的地方 就是我觉得 观众的组成 跟看戏期待非常不一样 就是 我这样说 有点怪 但是 我可能真的太常看剧场 所以我都会觉得 假设今天真的有一个人在台上 他自杀了 我也会觉得 好啦随便啦 赶快啦 再来嘞 就是会有这种感觉 这就是观众在上 对 我觉得可能就是观众在上 就是我们都会感觉说 我知道这是一出戏 即便真的是这样子 什么刺激我没看过 就是就剧场而言 只要看到很炫的形式 我都会想说 这个欧路做过啊 那个哪里做过 就会有这种感觉 然后我觉得这跟观众组成有关 因为大部分都是 看戏的人就是做戏的人 绝大部分 对 但是我看单口我觉得 感觉就超不一样了 就是因为观众是很 日常的白日 对很日常很纯的观众 所以光是你在台上 一分钟不讲话 哇那个窒息感好强烈哦 很恐怖 真的空气是冰的 对对对对 我在剧场已经很久很久 没有感觉到这个感觉 就是我就觉得 那个在单口是很特别的东西 所以如果剧场人在台上 一分钟不讲话 观众会在那里享受 那个沉默 会 哦 那是戏哦 这场安静的戏 这是一场安静的戏 有设计过的感觉 对对对 很酷 有趣 这样子我反而可以感受到 为什么剧场人 比较有高道德感 因为台上发生可怕的事情 剧场人都可以认为 剧场上面是一个演出 这个戏是假的 可是像脱口秀这种 那么的贴近人 跟观众的一个表演的话 在脱口秀舞台上 发生很可怕的事情的时候 剧场人会把它当真 对好像也是 可是脱口秀舞台上面 假的东西那可多了 真的 对 因为我觉得这个也超有趣 就是我第一 就是看Open Mind的时候 因为大家就会讲一些 非我同温层的话 然后我那时候听就会觉得 干 到底在讲什么啊 超道德伦上的啊 我记得第一次好像听 就是Ryan吧 Ryan讲什么笑话 然后我就猜到 干他到底在干嘛 但是后来自己去讲 然后认识之后就觉得 原来他是个蛮好的人 然后那一刻就觉得 人家不是说什么做戏的是疯子 看戏的是傻子 就会有很强烈的这种感觉 就是哦 天哪 我回到那个很快乐的 那个很傻的状态 哦哦哦 就是看单口 就是你会 我会 至少我在那时候是毫不保留的 相信台上人的人设 对对对 就觉得俊 干他真的就是这么机歪 然后到后台 哦没有 他其实人很好 就会蛮有趣的 那时候在做 回到了另外一种 当初的自己 对对对 然后还有什么 我写了好多 对啊你写好多 都可以讲 都可以讲 然后再来就是 我有发现那个 战力喜剧很少剧场人 战力喜剧 应该说不多 不多不多 应该说漫才跟即兴很多 对没错 对还很多很多很多 但战力喜剧真的很少 就我所知就是壮壮嘛 然后六块 然后大宝 硬硬 maybe 我不知道夭夭是不是 夭夭也算夭夭 还有一些人 可能我不知道 但是相对来说 就是人没那么多 我觉得可能也跟 做剧场比较是一个team 然后我就想 其实漫才跟即兴 也都是一个team 所以比较接近吧 我觉得漫才可能是因为 漫才还是照着剧本走的东西 所以很适合剧场人 直接跳下去演 对真的 然后即兴的话 我觉得会不会是因为 演剧场的话 你很需要即兴这个功夫 应该像我们至少 我即兴很差 可是我们在排练的时候 在剧场排练 有时候会需要 集体即兴创作 对对对 他就是 就是等于说 我们最终在台上不是即兴 可是我们的发展过程 是即兴发展出来的 对 漫长会有这个状态 可是单口的话 就离剧场的照剧本演 那种演另外一个人 好像不太需要 你要做的是演你自己 对 这个很难 这个真的很难 反而是我现在偶尔 因为我上过一点点的舞台剧的表演 可是我发现对我来说 要演另外一个人 要演剧本里面的那个角色 我觉得哇 好难过 我演了之后 那个角色在我身上 一个礼拜 我下不了 这么强烈 我觉得 可能是第一次演 然后我觉得 好不适应 另外一个人灵魂 另外一个人世界 长这个样子 因为我反而是 演战力喜剧之后 回去演剧场 有的时候就会 因为我本来个性就已经是很跳出的人了 我现在会更跳出 就是演一演会觉得 这个角色这样真的很怪啊 要不要改一下啊 但其实好的演员不应该这样的 他应该要接受挑战了 但我就想要把他 这不合理吧 还是改舒适一点嘛 对啊 对啊 你转个念你就不用在那里痛苦 对对对 莫名其妙 这个好玩是好玩 然后再来就是 我觉得战力喜剧跟剧场的表演状态也真的很不一样 对 就像刚刚讲的 就战力喜剧它是很赤裸的 就是一个人面对观众 对 可是舞台剧就是你有伙伴 你的对手戏 然后还有你的角色可以 可以 也不是说多 保护你嘛 对也可以这样讲 但应该说你失利的点很多 你有很多可以失利的点 对 然后 再来就是 我觉得有一个表演上很大的差别 就是战力喜剧的表演 很常要留一些破绽 对 但剧场好像不太需要 因为我们讲传统那种舞台剧 它就是第四面墙嘛 我要建立幻觉 所以你表演最好不要有破绽 比如说不要笑场啊 不要干嘛的 但战力喜剧 就觉得笑场很重要 很棒 对 对 演笑场演忘词或是什么的都很重要 我现在发现演笑场或是忘词 或是观众笑的时候 你随便丢一句跟他互动 他们都会觉得 哦 忽然有打成一片感 那个瞬间会让表演者站在观众的旁边 对 达到这种效果 确实是 真的 这是很奇妙一点 像演舞台剧你不能这样子 对啊 你不能站在他旁边 那幻觉就破掉了 没有错没有错 不能打破第四面墙 没错没错 对除非设计好 没错 哎呀 这里你有写水一样的表演者 跟火一样的表演者 哦就是 我觉得就是剧场演员跟战力喜剧演员的 比较大的差别 就是理论上剧场演员 最好的状态应该是一个很干净 然后像水一样 或者是像个容器一样 是角色透过你演给观众看 然后演谁像谁这个样子 对对对 有点像这样子 但是我觉得战力喜剧蛮常是相反的 就是他的演员是比较 我们演员是比较脏的 比较脏的就是他个人特色很强 你演什么都会跟你自己有关系 对对对 然后再来就是他的能量通常是比较 不是那么水比较火吧 炸烈 对对对比较强烈的 即便是冷拍的我觉得也是 对他只是用不同的方式在炸而已 对对对 因为之前看李淡的那本书 我觉得他有个比喻就也蛮有趣 他就说战力喜剧的演员 应该是像摇滚巨星一样的表演 而不是演员的那种表演 就是他的魅力渲染比较重要吧 对对对 能量要爆炸出来 对对对对 就你演的角色演的好不好 像不像没有很重要 没那么重要 没错没错没错 我自己有感受到这件事情 因为我以前听团的时候会 常常把我听团 或是以前玩乐团的时候的习惯 放到表演上 然后会觉得把那些习惯 跟乐手的姿态拿在台上 推出去的时候 观众会觉得很爽 酷耶 那你会常这样吗 看我的段子需要 但有用到的时候你就会 有用到的时候我就会爆发一波 我看那个感觉很赞耶 然后那个时候我可能刚讲半年的时候 就试着有一个段子 很适合这样的时候 我又无意试着用了这种 像摇滚乐手 那种吼的吼啊 骂的感觉 然后就有演员跑过来说 我看你这样很爽耶 看了超棒 我觉得可以哦 可以这样子用 我觉得很像那个狂龙也是 对对对 他也是这种感觉 就是你会感觉他这个 很棒很嗨的乐手 在台上 然后就是 很疯 很疯 对很疯很疯很疯 那个姿态是很棒的 对很 好看好看 很不简单很不简单 好 还有 还有一个差别 我印象最深刻 就是之前 我好像就是看到久安 我忘记是在脸书哪边 看你跟别人留言还是什么 就是你记不记得有一次那个歌舞技之夜 就是总而言之 日本人来台湾演 演出 好像有印象 好像有印象 然后我那时候就看到很多战利喜剧的人 因为大家都会po one liner在自己的版上 对对 就是大家就在讨论说 干嘛去看那个 你又看不懂日文 哦 所以他们用字幕来说 对 但他们其实会有字幕 然后我那时候是过很久一段时间才意识到说 哦 大家没有想到那个是会有字幕的 因为比如说什么Russell Peter 对Russell Peter没字幕 他们来台湾是没有字幕的 对对 然后我就才发现 可能是因为战利喜剧它很 很强调那个即兴当下的感觉 对就是因为有字幕 你就会觉得 哇操原来它是照着本 照着本走的 好像就会削弱一点点那个感受 对但是其实剧场一定会有字幕 就连我有一次去看高雄那个 洛宇日本来的演出 他也是有字幕 对 只是当然之前的人就是 那个字幕比较好控嘛 他就真的一句一句 对对对对 啊资深的可能就会乱跳 就像开诚一样 就是他讲很多即兴的东西 对对对对对 现场发生的东西 没错没错没错 对但战利喜剧真的是 没办法有字幕啊 没办法 我可能一辈子看不了那个英文的演员 或是他不喜欢有字幕啦 我觉得搞不好其实有些人还是有被 是有一个稿的只是他想要维持那个现场的感受 我以前是有逐字稿的 然后我可以维持逐字稿就是百分之百在台上重现 可是我讲到现在的时候我发现那样子很不太妙 不太妙 那个最后我自己会呈现很僵硬的感觉 所以我现在是改成妥协 我背到八九成满 然后剩下的一两成是我变成口语化 或是多一些罪字 会让人觉得很自然 更在当下了 我自己好像也是这样子 大概背到八九成 所以我们这里了解了很多剧场跟脱口秀不一样的地方 然后在下一题想问华旭说 华旭在脱口秀舞台上 你有时候会展现舞台剧的表演技巧 虽然我不确定那是不是 但是像我在看你的《新人周末夜》 然后你演《酒驾》 然后你拿着麦克风架在台上绕了一圈 然后让麦克风架在台上刮了一声声音 我觉得这个是舞台剧会用的东西吗 会用的事情吗 因为我看一般的单口演员 没有人去做这种利用道具 在台上制造声响跟刻意有一个好看的舞台动作 所以我想说你会在台上产现舞台剧的技巧 那同时我在你演的《洛宇》《逢魔时刻》 我也看到你把脱口秀的表演形式用在《洛宇》的舞台上 所以会想问说 那你觉得在表演剧场跟脱口秀的时候 会有什么互相影响的地方吗 对我觉得就跟酒安讲的刚刚差不多 因为其实实际上在肉体表演 比较不会受到剧场影响 可是比如说空间调度或是一些导演或编剧上面会比较受影响 比如说酒驾刚那个椅子 或者比如说我酒驾有一段演的时候是选择背对的 那个空间意思就是我在受剧场训练的时候会想到的事情 背影也是戏也可以运用 或者说他就是他很明显是一个不一样的视觉感受 就跟你正面演是完全不一样 那个很优维 可能大家也讲不出来到底有什么差别 但是他会有一些小小的暗示在观众的感受上面起作用 我觉得在视觉上就不一样了 像我自己很喜欢一个美国的黑人演员 他叫凯特威廉斯 我觉得可能很多人觉得凯文哈特是表演拍的第一人 可是我觉得凯特威廉斯才是表演拍的第一人 他那个表演起来真是连滚带爬 还善用椅子 他又是把那个椅子当作是一条鳄鱼 然后再扁那个椅子 我觉得干很疯耶 很狂 所以这些东西就是一般的单口演员 如果只是拿麦克风讲的时候是不会善用说 哦原来舞台上的任何东西都可以做很大幅度的运用 对啊我觉得那个就是最有趣的地方 就是怎么样去使用你现有的那些道具 就是一只麦跟一张椅子 对啊如果真的可以把它玩得很奇妙 我觉得是至少我会觉得很有趣啊 我会觉得非常有趣 我不觉得一般观众的感觉是怎么样 我也觉得很有趣 如果有人愿意这样尝试结束后 我会去拍拍他的肩膀跟他说你很棒 对我很好奇 很有趣很有趣 但其实主要在表演上面 我觉得还是受落语的影响比较多一点 就是比如说角色的切换啊跟角色的 比如说你要演两个角色怎么样建立起他的形象 对因为这个其实在剧场里面不太会教 剧场不太会一人分是两角 不会基本不会 然后落语要一人分是多角 对至少两角 至少没错没错没错 对啊然后互相影响的地方 我觉得还有跟观众距离的拿捏吧 好像刚才讲过有提到这件事情 对啊就是到底要怎么样 就现在回去演剧场会有一种跟观众距离更近的感觉 对 你会知道哦观众在体验这些事情 对对对 或者是会比较有技巧 比如说你光是可能看他一下或怎么样 你会有办法跟观众拉近距离 对但不一定每个戏都会需要 对只是就多了这个技能 对对对 演独白的时候很容易跟观众打成一片 啊没错没错没错有可能 然后还有什么我想一下 极性为什么会写到极性啊 莫名其妙 极性心魔 你演极性有心魔吗 我觉得会有 我一开始有会觉得感到好可怕 什么赞颂失败根本违反人性啊 我就是超级害怕失败 而且因为我那天欧也演完有跟音音他们去吃庆功宴嘛 然后因为音音也是剧场人 我们就他就跟我们是一样就是 我们的老师教我们的是第一个想法 一定要丢掉 因为他就是城墙烂掉 哦对 你写剧本或导演你想到第一个想法是我要直走 你他妈就不要直走 我懂那意思 因为那一定烂 一定一百个人写过这样子 欧也在旁边就说我们要接受他 对 普通的点子最棒 对 我就哇这个差超级爆干多了 对啊 而且因为我自己演极性 我至少在欧也那个场里面啦 就是有小小的极性片段嘛 我好像还是 我没有办法主动丢一个点子 我可能有想到 但我会一直想要上吗要上吗 会好笑吗 还是怎么调整怎么样怎么样 但是如果是比如说别人拉我一起 我配他我觉得那个对我来说就 安全感多了 我就轻松很多 因为我可以随时接他 然后延续他 对 可是但要自己来 我就觉得哦好难哦 很可怕 很可怕很可怕 而且因为像我自己 我觉得在剧场就是你一定是 比如说一个小时的戏 你会花60个小时来排练 合理合理没错 对 真的是练到爆炸 对啊 但在站一起去就完全不一样啊 你随时爆open mic 你要上就上 你拿本上也都OK 对 没有错 对 那我自己就还没有克服那个 因为我自己是觉得 其实如果我可以都不准备 就上台分享我现在 今天看到的事情 我觉得那是很厉害的事 但我现在做不到 就我一定要备完才有办法上台 因为我一拿本就会 就是会很卡 对 我觉得应该可以 试着慢慢克服这件事 我也不知道 我也还没克服 我现在上台一定还是拿手机 啊 我们彼此克服彼此的困难 对对对 然后脱口秀的框架更宽 对啊 脱口秀很自由 对啊 我觉得脱口秀真的很自由 因为 我觉得会想到这个可能也是因为 这个之前凯文 还有elvis嘛 就是有问说 会不会有想要开表演课啊 什么之类的 对 但我就在想就是 我学当然剧场表演 那这个东西怎么回馈到脱口秀 战利喜剧表演上面 嗯 因为我觉得战利喜剧 的表演的魅力就在于 每个人可以有自己很不一样的风格 嗯嗯嗯 对 但是剧场确实就相对限缩一点 就是你会知道谁是好的演员 哦 对 那个标准是很清楚的 真的吗 你身体越通透 或你越可以进入到一个情境里面 嗯 你觉察度越高 一定就是越好的演员 哦 好 这你们有一些固定的标准 对 你 对啊 如果他是一个很有特色的演员 嗯 你不会说他是很棒的剧场演员 哦 像汤姆克鲁斯很有特色 可是演谁都是汤姆克鲁斯 对 他就不会被那些行家称为是厉害的人 哦 我懂得 我懂得 可是战利喜剧他就是很多元嘛 嘿嘿嘿 对啊 所以这样就想说 那这个要怎么教呢 因为等于你要建立自己一个 美学的系统 来告诉别人说 嘿 我觉得这个是对的 那个是错的 嗯 我觉得这个在战利喜剧上面就很 有点违背 对 有点违背 有点怪 对 有点怪 没有错 没有错 确实 确实 嗯嗯嗯 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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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 嘿嘿嘿嘿 然后还有 念能力 有哦 有哦 这个我有强烈的感觉 他说谢谢 表演很像念能力 有分不同流派 对 因为我是每一场open mind都看的人 然后我可以强烈感受到 我自己去初阶的分的话 会分有些人是文本 嗯 然后大可爱嘛 也许没有什么表演动作 品桥没有什么表演动作 但是文字念出来就是很好笑啊 嗯 站在那里念就很好笑 那有些人是表演很强的 嗯 像那个壮壮表演很强啊 可能你可能会觉得文本普通 可是他东西演出来的时候就超好笑 然后还有一个是我觉得 算聊天型 他超级会聊天 超级会把自己讲到 遇到的生活趣事讲出来 然后大家听他聊天就觉得很开心 像是Q毛或凯莉 啊 他们只是单纯的讲故事 啊 开心的聊天 观众就觉得很渲染在 享受他们讲的情境里头 然后还有一些人是 很会互动的这种也是 所以大家有自己擅长的不同的流派 哦 可是照售秀说法是 最终所有人 只要是登顶的人 都会把所有流派的能力全部点满 哦 就Netflix上面的人 全部都是 每一个能力都90分 诶 真的哦 他的说法是这样 他的说 哦 我们还像是一点 很粗浅 像小草一样 小草 还在慢慢长 对 还在长我的花 但这是好玩的地方 所以看到各种各样不同的东西 对啊 真的 而且 而且我觉得就是 除了那个念能力 最后会长怎样以外 就是前提是你要 如果用那个猎人 那个漫画来讲 就你要先获得那个能力 没错 没错 对 然后前面就会有一些 痛苦的过程嘛 嘿嘿嘿 然后我觉得像战利喜剧 最简单的方法 就是一直上台嘛 对 这是一个 这也是我很佩服 就是很多本来不是表演的人 他们可以这样子 干 真的每个礼拜都上耶 像兰恩不就上了一百多场 我觉得太扯了 有够多 好勤劳哦 我是不太勤 我一个月只能上两场 受不了耶 就是他真的是 以战带恋 对对对 就是以战带恋 非常非常猛 对啊 但像我们另外一个方法 可能像我们自己剧场 就是我们是 借由一大堆有的没的 在学校训练啊 演出 来打好基本功 就这两个玩很不一样的路径 我觉得蛮有趣的 大家要记得做法 好 那下一题是 黑黑问的 他说 为什么从没钱的行业 跳到另一个没钱的行业 抢饭碗呢 他想问 我们脱口秀演员 要怎么跳进剧场 去抢饭碗 抢饭碗大赛啊 这个好像没有办法 各有各的难处 很难耶 哇 黑黑要来 黑先练个咬字 还是在三思吧 都不好赚啊 剧场真的很穷啊 剧场赚钱 像我们赚钱 我也的方法 真的就是写补助 政府补助那些东西 我完全就是靠补助的 对 因为就是没有人来看 而且比如说 我一档制作票是100万 我票房 一场假设卖50个人 一张票500块之类的 可能了不起演完 也就赚15万 所以没有补助 这更不可能做了起来 对 绝不 对 所以 如果要加入的话 可以先练习一下 怎么写计划书 这比较实用 这是个 很实在的事情 如果有人跟我说 他现在要来做剧场 而且他没有任何剧场背景 要怎么开始 我完全想不到 完全不可能 认真想不到 他可以先做易碎节 可是 我不知道然后要怎么样 我那时候去上 王安琪的表演课的时候 我就稍微观察一下 周围同学 都是那种 全部都是舞台剧演员 有舞台剧演员 或者是广告演员之类的背景 然后他们都很年轻 我是最老的 然后他们大概就毕业 22岁到35岁之间 可能那时候 我已经三七岁左右了 然后就观察大家 我都干了 好会演 而且都长得很漂亮 年轻貌 又帅 又活力 然后再跟他们聊一聊 那你们这样子 去剧场audition 这个顺利吗 他们说超不顺利 从来没有中过 我就觉得天哪 剧场很难混 很难啊 而且剧场 台湾剧场就 它也不算是一个 很产业的东西 所以意思就是 找人都是找我认识的 绝大部分是这样子 而且因为它本来就是一个 没有多少钱的工作 所以你拗当然就是拗朋友嘛 你拗陌生人很 很不好意思 超不好意思 对对对 不好混 真的不好混 对对对 这也是为什么会来 战略喜剧的 不用想去剧场啦 也可以试试看啦 做战略喜剧 实在多了 真的实在多了 我觉得战略喜剧 对啊 你可以掌握的事情很多耶 你要讲什么 你要演什么 然后你演完之后 你要怎么经营自己 比如说 你要开一个粉丝专业吗 你要开自己的一个频道吗 我觉得那就是很具体 自己跟自己 可以工作的点 自己做的东西 马上累积出效果 我觉得这也是 战略喜剧很棒的东西 对啊 所以你写东西好不好笑 台上 那个十秒钟讲完 马上就知道好不好笑了 对 而且战略喜剧很可以 兼职做嘛 就是大家 对啊 下班没事自己写一写上来讲 剧场不可能 真的很难啊 超花时间 很难很难 就像上一 我记得六块之前 有聊到这个 对啊 太难了 他有说主流是 沉浸式剧场 音乐剧这种 观众比较可以 花钱进去 得到一些比较 娱乐的 娱乐 然后比较有感觉 马上得到 娱乐性跟放松感的东西 没错 没错 这个是如果黑黑要做的话 可以想想看 沉浸式剧场 我是音乐剧 欢迎欢迎 好 那下一题就是 你现在对于做喜剧 有什么展望呢 就是要赚钱 嘿 很实在 真的很实在 真的很实在 我觉得主业 应该说 如果像是我是兼职 做喜剧的 然后我如果听到 别的兼职做喜剧的人 也觉得 哦 我要名利 我要赚钱 我就会觉得 你们太不实际了 要钱的话 就是上班多 加个班不就好 赚更多 对 但是如果主业 真的是做表演的话 那目标放在 要赚钱 我觉得非常的实在 对啊 就要想尽办法 尽可能的 用这个东西来赚钱 房租还是要顾 对啊 而且我觉得就是从剧场跨到这个 也是在调整心态吧 嗯 因为我记得之前看那个 俊的那个 在什么 野兹的路上 对 他就有提到一个就是什么 那个心魔 哦 比如说我到底要不要把我的影片 放到网路上给大家看 哦 这个东西不够好 我要不要做 他觉得当然还是要做啊 然后甚至他就是要去面对那个市场 因为他觉得不愿意面对的那个东西 是一个心魔 嗯嗯 我有点忘记是不是这样讲啊 但我接收到 现在留在我脑袋里的是这个 嗯 对 所以我也会觉得来做战力喜剧 那就是 尽可能用这个状态去做 嗯哼哼哼哼哼 就不会用做剧场的心情啊 而且剧场就是个艺术家的心情嘛 对啊 就是我想干嘛就干嘛 少管我 因为我就没拿多少钱了 没有错没有错 对 但战力喜剧 我就觉得他如果很重要的 还是我跟观众之间的关系呢 就是可以调试一下这样的心态 就是 对啊 怎么样 经营啊 赚钱啊 有的没的 好 可能你本身是艺术家的状态 所以你现在想换一个口味做 比较 活得下去的 对对对 经济化的状态 对对对 那反过来说 我们这种有工作的 本身就很经济了 那下班之后就觉得 干我要当艺术家 对对对对 我完全做相反事情 每一个人都要一个当艺术家 跟不是艺术家的时候 没有错没有错 就是这样 大家就会平衡的 没错没错没错 没错没错 好你这里还有想 还有什么啊 哦做喜剧的 其实就是教课嘛 然后还有上传影片啊 有的没的 上传影片真的他妈有够懒的 我觉得那超不舒服的 对啊 我也觉得超不舒服 我真的每天耶 我现在就很想要看 点阅率有没有增加 你知道吗 我觉得我也觉得 自己被那个东西卡住 我会觉得说 好像大家上传的影片啊 然后流量都很高 但是我烂烂的 对对 是不是表示我很烂的 但是我又觉得 干没有吧 不会吧 我也很努力啊 对啊 然后会觉得 我曾经跟别人讨论过说 我做喜剧的 真的是初衷 是因为我很喜欢喜剧 所以我的努力 用来服务喜剧 或是服务观众的话 我都觉得很棒 可是要我把努力 用来服务演算法 服务电脑软体的话 我心里就会觉得 我不舒服 我懂 但我现在这个 就是在慢慢的 一点一点的克服它 所以这个也是 我自己在纠结说 那我还是逼自己一下 就是 该上就上 两个礼拜上一次 自己不想弄东西 对 或是干脆包给别人 让他帮我剪 这样子 懂 比较可以克服一下 真的 不过是大家做喜剧要 一起 你努力的东西 身体展望 真的是这样 没有错 没有错 对啊 然后还有就是 本来做单口喜剧 就是想好好做单口喜剧 但那个时候林静 我觉得我跟他聊到 他就说 不可能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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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是开始做这个之后 就会有人找你 问要不要演极杏 然后要不要演漫才 要不要演短剧 要不要做制作 我开始想说开玩笑 后来发现 真的耶 真的是这样 真的耶 我自己做的话 也不是别人邀我 所以我发现我卡住了 我一定要去学漫才 一定要去学极杏 一定要去制作 然后一定要来录个音 我才能长出各种技能数 去突破单口卡住的底 啊 了解了解 大家正在努力的变万能 大家一起加油 加油 好的 我们这一集非常丰富 录了49分钟 好屌哦 非常丰富 耶 好 那我们上集就是录到这里 那我们下集呢 也是会请华旭来跟我们聊 更多有趣的故事 大家先休息一下 拜拜 拜拜